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我們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7月19日 首先這裡有寫張雷汶 大家早晨 澳洲珍卑斯 你好,大家好,才師珍你好,早晨 紐西蘭的義德台央 大家好,各位早晨 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沙熱冷氣那裏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講一下齊抗疫 最新的消息 這個電視城TVBuddy都被人趕出城 被人趕出老家,不准留在那裏 為什麼呢?原來就是說這個有一位歌手 新進歌手叫施康喬 不認識 不好意思,真的不認識 我只認識 我都知道施康喬是誰 我們都是老餅,對不起 我連阮民安之前都不認識 所以對不起大家 我也是,是鎮必知識的 就是約我而已 你年輕一點 是啊 那他就和他的經理人Apple姐 叫劉麗萍 和同一間公司的宣傳人員 走過入電視城 結果就成為了首位確診的藝人 那現在這個Apple姐的男友 麥德羅亦都確診 要在隔離病房接受治療 估計他在7月14號 就有一個行程表 那現在TVP裡面 就列出了有什麼人 是有機會要隔離的 那在7月5號 是一個7月14號 就是出來了 那他說的日程表在7月5號 因為由現在算起 今天18號之前兩個星期 和他接觸過的人 由7月5號開始數起 有一個叫羅銘廣 和尖直之 對不起我都不認識的人 和他做訪問 出了事的 又不認識 真是不好意思 就算我有看電視 我也不認識那些人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 真是 然後7月6號 有一位叫羅兆基的人 也是出過的 就是間接 請問是藝人嗎 請問藝人嗎 不要問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想問 總之也是接觸過他的 然後有一個在7月15號 一個叫鄧志堅戲劇班 那時候一大堆十幾二十個演員 應該是學員 全部都是接觸過他 那個什麼藝人訓練班的人 我不知道 叫鄧志堅戲劇班 裡面有十幾個人 應該都是藝人訓練班的學員 全部都是 然後7月16號 在勁歌金曲採訪的時候 又有三個人 一個叫許文軒 一個叫王子 一個叫譚志榮 嘩頂三個人都不懂 真是 我們有看電視的 平時的電視是開著 有些背景音 有些聲音就算了 但是 就是 不是 真是不認識那些人 原來 真是很大 在鄧志堅戲劇班那裡 那一堆人 我認為都要講一講 就是尊重他們 鄧志堅戲劇班裡面 有十幾個人 第一個當然是施康橋 然後有一個叫孔德賢 陳欣欣 呂靜文 黃子欣 徐文浩 劉仲鵬 黃崖儀 林正峰 黃鴻欣 杜詠山 大祖兒 又不認識 尤家欣 什麼都不認識 真是糟糕 我們屬不屬於 跟社會脫節 不是 我們是老的了 我們進階 如果黃人指著我們來罵 可能說你們這幫廢人 這樣罵我們 我不介意的 我不介意的 我承認的 我們都是這樣 這一節 應該由說十九 變成說我們這四條廢人 糟了 好了 然後到了十六號 在三廢人歌金曲 所錄播裡面 接著有一批 有溫碧霞 這個我認識 但是是不是那個溫碧霞 是不是心盈咀的溫碧霞 我不知道 總之有溫碧霞 如果是心盈咀的溫碧霞我就認識 有一個主持叫周志康 主持周志康我也認識 有一個叫Dandy 有一個叫邪文欣 吳呼喬 有一個叫Charlene Charlene 我不會讀 Charlene 蔣家瑩 Dear Jane JC JARIS 我死了 Dear Jane我認識 啊 這樣也好 還有一些唱片公司 他們已經通知了所有唱片公司 然後七月十六號 又有 又是許文軒 王子和譚致詠 這三個 哎呀 避到初一避不到十五 又出過去 那到十七 就有兩個人了 一個叫郭豪王 一個叫鄭顯峰 都吃過飯 上過做節目 全部都出事了 這樣 D的醬飾 我再會勇氣去 你講舊屎 我知道 到此為止 我知道 這個我吃 其他就沒有吃 如果涉及這麼多人 接觸過確診患者的話 那就要封城了 電視城要封城了 那製作和節目怎麼辦 在家裏做 用Skype做 好像我們這樣 TVBBuddy怎麼辦 無家可歸 TVBuddy 其實裏面應該是個人辦的 就是我了解 TVBuddy 那裏面的TVB logo 應該當作是大口罩 應該沒事吧 很慘 TVBuddy 要拿縱緩 哎 TVB 不過是TVB做到 可能要拿縱緩的 有些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笑TVB 那些黑暴的事 這麼說應該得罪 某些網友 不過不好意思 真的在聽著 在我們索料的TVB人士 就是我們聽得太多TVB那些 就是 有時有些無情的事 特別在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實在太無情 我覺得六十年代很過分 農曆新年流流 你給一隻無情雞人吃不要這樣 六十年代我是很悲傷 每一次聽到 那他現在就說在週日 就是十九號 下午的TVB 全程馬來西亞直播探班 和晚上的魅力營聚新時代 探班都取消了 魅力營聚新時代 不是在我這裡播的 都沒有了 其實每年TVB都會派一些人 我來北美 這個托倫多卡加里 做節目 做節目的 做節目的 就是宣傳做節目的 都是一個城市來的 我老婆都去過幾個 那我沒有去過 當年鍾家欣 都是在這個魅力營聚新時代 表演過他的拿手好戲 轉這個十幾個 轉庫拉圈 十幾二十個庫拉圈 他是憑這個 拿到華姐的 當然不是憑這個拿華姐 他本身都漂亮才拿到華姐 大哥 是啊 但是在這麼多美女裡面 他是在這麼多美女裡面 做最出眾的 第1個 是不是 以前被人說他的 雞仔聲 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都有雞仔聲 說雞仔聲 老實說 鍾家欣我看著他的演戲實力 是不停提高的 如果唯一不滿 就是他在那一套叫做 家好圓圈幾乎雜雜都哭 我就覺得有點過分 那劇本需要而已 是 我覺得是浪費了他 他最出位那一套叫做 永探查過街 就扮這個 忽德妹 我覺得 哇 你 完全完全沒有做忽德妹 警察查過街 他出格之狀 不過他好像離開了TVB 現在要承認 不是 他現在回去了 他現在回去了 他在加拿大 生了兒子之後回去了 是 他都很努力 我是看著他的演技提升的 其實 我可以說是他的粉絲之一 都可以這麼說 有沒有拿次名呢 沒有 我都沒有見過他真人 很對不起 我喜歡看著那些人的 很努力的 哈哈 說到這麼厲害 原來沒聽 沒見過 沒見過 大哥他在溫哥 他在加西溫哥畫 難道我飛去溫哥 跟老婆飛去溫哥畫 玩 難道特意 想見偶像 難道特意 當然要見一下 不過老婆在旁邊也不方便 我知道 我明白 哈哈 不要這樣 最漂亮的是老婆 不要爭 真是 我很喜歡看著那些人努力的 啊 真是努力 只要看他努力的 就不是看美女的 OK 明白 這個解答得到 哈哈 當然 那TVB19大爆發了 電視城封城 很多人沒有娛樂 那他應該節目沒有影響的 可能一天半天 就是可能現在就不斷叫洗廠洗廠 那整隊人穿著那些 那些衣服衝進去洗廠 做回核酸測試 全部在TVB裡面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你做核酸測試 大規模這樣做呢 就安全很多了 會 尤其是電視城這麼多人 因為電視城很大的嘛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不怕啦 就是如果製作不方便 就先播一些舊片 反正就大把的啦 倉庫上 那是 即是新聞也是播昨天 那影片也是昨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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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講不用 他就是播自己的廠 那些情況已經是新聞了 是不是 那也是 你講一下 啊 TVB19沒有翻式 大家捐個款 如果不就要拉翻式 好 我記得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一天就試過說 好像是TVB大火 不記得 阿士大火 結果跑去隔壁台那裡 不停地播自己 阿士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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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跑去TVB那裡播 哈哈哈哈 即是大家其實就可以 他必要事啊 他就跑去WOW TV那裡播咯 如果不是 找林文龍幫忙 現在就跑去阿士那裡做 喂阿士 抑一下你 阿士 為什麼 為什麼不找老少 叫他出山 立刻做些節目出來 他在台灣 哈哈哈哈 哈哈 他說他不能回來的 那老少說 不要緊 轉播最新消息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阿士大火 那他不可以的 阿士大火 老少是以消滅TVB為己任 阿士大火 救網啊 阿士大火 救網啊 都不可以的 TVB不用找他救網 他經常這樣說 不撓的 阿士大火 什麼不撓 他那個人是不撓的 老少的人是不撓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一下黃陽達 我已經要不撓的了 哈哈哈哈 你有一幅不撓的了 你有一幅不撓的了 有多少幅不撓的了 不是不是 你想想他 他是不是什麼的 就 你記不記得我們 浪費冷氣開台 就是用了他的樣子 然後搞到我們 搞到我們 搞到我們 整個台幾乎被人封了 因為這塊牛歡喜 他就說 我這塊歡喜變得不撓的 永遠都像牛歡喜一樣 哈哈哈哈 那一節厲害 那一節是禁了 我們那一節如果沒有聽過 你可以聽 但是我們是零收益的 就叫做中國消息有正氣 香港消息浪費冷氣 哈哈哈哈 不過注意粗口神入 要先說明 那一節好像十八禁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不撓的 搞到我們這個紀錄都不撓 因為 開台好像前幾集 已經被YouTube 差不多封了 因為這塊牛歡喜臉 哈哈 老蕭搞到我們封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現在 現在這樣的樣子 其實 其實就是 是防不勝防的 這一件事 這件十九 在香港已經是 注定是 除非是做超級大規模測試 每日二三萬這樣 去做測試才行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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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以多倫多為例 他每天都要做 一萬多兩萬打測試 然後分批這樣做 才行 他的測試劑是要極高才行 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譬如說 我昨天在多倫多有一個華人商場 突然間就驚爆 我們這個華人商場裏面 一間店舖有人領了十九 結果 整個商場封了 深度 消毒 消毒員 今天又開始 這樣說 那我相信 原來現在最新消息 就是 赤凱琪 都是跟這位 叫做施康橋的 哎呀 這個我認識 這個人 赤凱琪我認識 但是施康橋我真的不認識 施安娜 我不認識 都認識的 麥德羅也認識 很多人 希望他們 快點 康復 武王 麥德羅 請問 什麼人來的 哈哈哈哈 你認識 我 就是 就是 你 你是 就是我 是我 我看了他一段時間 以前他是 在這裡跳舞 跳得很厲害的 拿過這個 八十年代的香港武王 是 那 會不會 老德 我不認識 八十年代我才出生 那 沒辦法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時候看了他跳舞 那時候說 他真的跳得很厲害 這樣說的 那時候大約是 就是不要說多久 總之他現在都 都有那一段時間 但是他都很適合的 如果就這樣看那張照片 那 就是沒辦法 很多人都 這次電視城 就是電視城都出事了 到底其他會怎樣 因為他見過的人不少 連這個薛凱琪都有份 而且他近來 原來不單止去了無線 最新的消息 看著 是去到商業電台 十九會不會看到 會染十九 十九染十九 十九染十九 都適合了 十九才子 染十九病毒 真 大哥 你去過商業電台 對 你連商業電台都去過 見了記者 就是分分鐘 整個娛樂圈 現在每個人人人自來 每個人都排隊去染病毒 那些緋聞就會全部出來了 就是哪個人接觸過什麼人 那那個緋聞 就是娛樂圈可以做 這段時間 我們生氣可以做一下這些 究竟哪個人有緋聞呢 可以猜一下 真的 如果他十九是惹了 那你見到那條人肉傳播鏈 那你就會知道哪些人 和哪些人有特殊的關係 要說出來的 現在 因為為了抗疫的關係 這樣就糟了 嘩 那些地下情都浮了上面 現在好像 所有肺下情啊 男男女女都有危機 尤其是他去了商台 商台 十九 十九又經常說 自己會去見到那些名人 可能有些名人又會出事 就是牽連大波 這件事 那到底會怎樣呢 現在 我們就拭目以待 是吧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的 最後來真的封城 就 只可以說 有得他 不是有得他 該做什麼 就做什麼 聽證呼喊 沒有辦法的 你一定要把傳播鏈切斷 所以 能夠 找出來的 可能接觸者 親密接觸者 一條鏈 整出來 就是了 那香港的娛樂圈會不會 因為這件事 造成停擺十四天呢 不會 應該不會 因為 TVB現在不是一台獨大 現在看其他台的人 開始多了很多 就是 我自己的朋友 有很多就是看 V字頭那個台 我看過 V字頭那個台 我看過 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這樣 不過還有很多台 看中央台 都可以 甚至乎看網韓編輯部 哈哈哈哈 正向風和沙拉器 還有記住 點讚和分享 哈哈 你這樣好像 TVB 直入這個 某家鄉雞 那樣 拿盆家鄉雞去吃 你怎樣 要罰款的 他們 我們如果 我們不用的 我們可以放進家鄉雞裡 不過要告訴YouTube 是直入式廣告而已 但是我們不收這些東西 好 那好吧 你自信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